哈喽大家好 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中国人 最方便最快捷买比特币的一个视频 先给大家说一下币圈的话 骗子非常的多坑非常的多 如果你是新手第一次接触比特币 今天的视频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呢 我会教给你如何识别交易所里面的骗子 如何安全的买币卖币 促进的一个全过程 今天呢我们先注册一个交易所的账号 今天一共是这五个步骤 先注册一个OE的交易所的账号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OE 我们国内的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E、币安、火币 选择OE的原因呢 是他这边大陆用户可以注册 币安、火币不接受我们大陆客户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他的手续费非常的低 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如果你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获得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最重要的手续费可以减免20% 非常的划算 我们打开一下邀请链接 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页面 这边的话支持手机、邮箱 注册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用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的话 可以领取最高的话6万块钱的数字货币的一个盲盒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然后登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然后注册成功了我们进行下一步 就是安装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卓和苹果 给大家来说一下 安卓的话非常简单 鼠标放到这边右上角会有一个二维码 有一个向下的小箭头 然后这边有一个二维码 我们用我们的微信 或者是我们的QQ 直接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提示被封控被拦截的话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一下我们的手机支付宝 支付宝这边有一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呢 你这边可以随便的找到一个浏览器 浏览器这边也是有这个扫一扫的功能也是可以用的 安卓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今天主要说一下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属于iOS系统 必须要用到海外的ID才能下载它的APP 然后这个ID是什么呢 就是苹果商店的账号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账号是在哪里 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右上角 这一个账号不能是大陆的ID 必须是海外的ID 然后这个ID去哪里找呢 我们在这边的话可以打开谷歌 记得一定要是谷歌 然后在这上面输入一下美区ID购买 或者是海外ID购买 有非常多的网站 大家随便选一个购买就可以了 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便宜 几块钱一个 当我们购买完成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登录一下我们的手机 然后点击右上角 先退出我们自己的大陆的ID 拉到最下面退出自己的大陆的ID 然后登录上我们刚才购买的美区的ID 然后然后呢在这边我们输入OKX 好来到这里之后呢 第一个是广告大家不要管 第二个才是它的APP黑底 五个白色的方格写的OE OKX 然后这边是下载 我们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已经是提前下载过了 是没有问题 然后安卓我这边也是下载过了 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进行下一步 交易所的APP安全设置 这个安全设置呢 因为我们的钱都在交易所里面 所以这个钱的话一定要设置 一定要弄好 点击左上角 然后第一步 身份认证 一共有123 三个等级 我们先认证1 再认证2 最后呢 选择3 认证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这边 谷歌手机 邮件 防掉运码这些 大家看的设置一下就行了 然后偏好设置 计价货币 选择人民币 然后呢 我们选择这边的更多功能 然后选择这边的C2C交易 选择我的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其实有三种 微信 支付宝 银行卡 强烈建议大家用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不容易被冻结 好了 当我们 弄完之后呢 我们进行 下一步 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是 USDT 如何购买USDT呢 先来给大家说一下 USDT 它的中文叫做泰达币 它是和美元挂钩 是相等的 一美元就是一个USDT 一个USDT呢 就是一美元 在世界上通用的货币呢 是美元 但是在虚拟货币交易市场 通用的货币呢 是泰达币 比如我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狗狗币 以太坊之类的 只能用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不论你是美元英镑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购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间转换的货币 这个货币呢 就是USDT 说白了 你想买虚拟货币 必须先去购买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假设 我有人民币 有美元 有英镑 有欧元 我想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 这种是不可以的 你必须先去购买的USDT 才能购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好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购买USDT 首先呢 首先呢我们先打开一下APP 点击这边的左上角 然后在在这边我们一定要选择这边的CRC交易 选择购买 选择购买 然后筛选一趟筛选一下我们选择银行卡 然后购买的金额 比如说要买一万 然后这边会出来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一定要找这种成交量高的一万多单 完成率高的 然后点击这边的呃 诚实 就像这个 然后呢我们要看哪里呢 就是看他的成为商家的时间最好是一年以上 然后成交单数一万多单 然后我们点击这边的委托单 像这种就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我们这边点也可以关注一下他 然后点击他这边的委托单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边的购买 然后输入我们要购买的金额就可以了 我这边以截图的形式给大家也试一下 我们要购买一万块钱的 然后这边点击继续交易就行了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为了确保我们的资金来源合法 我们去下一步点击去验证 然后呢这边可能会让我们呃 提供一下近期的流水明细截图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银行 找到我的账户 找到我们的明细给他看一眼 假设我这边是我的这张流水明细 我这边买宴买酒买水果 逛超市的这些截图给他看一眼 他如果感觉来你这边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姓名 还有卡号发给我们 然后我们给他转钱就行了 转完钱之后再点击我已完成转账 还有一个转账的时候不要备注任何的信息 大约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 或者是两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的钱可能就会到账了 我这边以我的这个手机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这边假设我们这边已经到账了100个USDT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这边有两个账户 一个资金账户里面有钱 然后一个交易账户里面没有钱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我们的钱现在呢是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 资金账户里面只是说明我们的账户里面是有USDT的 但是不能去交易 交易账户顾名思义是交易使用的 钱放在里面可以用来交易 所以呢我们需要把我们资金账户里面的钱 全部放到交易账户里面 那如何放呢点击这边的资金账户 然后点击这边的资金滑转 然后选择从资金到交易 币种的话选择USDT 选择这边的最大 选择确定 OK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钱现在资金账户没有钱了 钱是在我们的交易账户里面 然后我们选择最下面的这个交易 好 进入到了这个页面之后 给大家来说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边是我们要买的币的种类 我们可以改成比特币狗狗币以太坊 然后这个1805是当前这个以太坊ETH 这个的价格 这边是买入这边是卖出 然后这边有他默认的话应该是限价委托 我们把它改成市价委托就可以了 因为市价委托的话成交速度快 然后我们把这边拉满 我这边的话是100个USDT可以买0.05个以太坊 然后呢我这边点击买入就行了 那可能有别的小伙伴会说我这边我不想买这个 以太坊我想买别的币 我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那我如何买呢 在这边的话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了叫做非小号 好假设我想买比特币我输入BTC 01这个价格那我想买以太坊 ETH选择BB然后选择以太坊就行了 这边会变成以太坊的价格 好假设当前以太坊的价格是1805 我们买了一个以太坊 过两天以太坊涨了 我们想卖掉那如何卖呢 点击这边的卖出 然后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呢再给他拉满 再选择卖出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是不是低买高卖 我们是不是赚钱了 然后赚了100个USDT 那我现在想把这100个USDT我想出金 想换成人民币 那如何换呢 非常简单 我们先回到这边点击这边的资产 现在我们的钱是在交易账户里面 刚才我们买币的时候呢 是从资金放到交易 我们现在想卖币的想出金 我们需要一个反向的操作 从资金从交易放到资金 好选择交易 选择资金划转 然后从交易到资金 选择最大 然后点击确定 好钱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面了 好那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左上角 选择这边的C2C交易 这边呢 选择出售 然后选筛选一下 选择银行卡 点击确定 然后比如说我想买卖一万块钱的 和刚才一样 我们在这里面筛选一下可靠的商家就可以了 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 我这边呢 找了一个商家 这个牛是天天有 然后这边已经是两三年店铺了 然后一万多单 没问题 我选择委托单 选择出售 我选择全部 好 我这边 卖掉100个USDT之后 可以得到687人民币 然后我选择零手续费 卖出USDT 然后再点击完成就可以了 卖家就会给我的银行卡打过来687人民币 当我收到了之后 我再把这100个USDT 给他就行了 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大家记得一定要学会这种筛选 筛选的话可以过滤到非常非常多的商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边 我是炒币大师 如果你感觉今天的视频不错 帮我点赞 感谢大家的观看 最近 我们目睹了全球多家银行关闭 或对其服务施加限制 Covid-19大流行 和其他因素促成了这一趋势 导致人们处理财务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作为回应比特币 BTC N Finance N 和以太方 T等加密货币 已成为传统银行业务的有力替代 本文将探讨这些加密货币 在银行倒闭后的实力 比特币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受欢迎的加密货币 它分散的性质 和缺乏政府控制 使其成为许多人有吸引力的投资选择 近期 比特币一直处于牛市状态 在2021年4月达到近6万5千美元的历史新高 尽管后来经历了大幅下跌 目前在撰写本文时徘徊在2万8千050亿美元大关附近 但专家认为它具有有可能反弹并走的更高 在银行倒闭之后 比特币已成为那些正在寻找一种不依赖传统银行服务的方式来存储财富的人们的流行替代 使用比特币 用户可以完全控制他们的资金 并且可以在不需要中介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此外 其去中心化的性质意味着它不受政府控制或法规的约束 这使其成为那些关注其财务隐私的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Renfinance 一个多链区中心化交易所 提供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 它允许通过用户的钱包应用程序进行直接交易 并为跨链互操作性提供支持 该平台也是非投管的 这意味着用户可以完全控制他们的资金 此外 与其他加密货币相比 它收取的交易费用要低得多 这对于那些想要节省成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Sojetic 审计的圆满完成为Renfinance 引得了投资者的信任和信息 Sojetic 审计是一个严格的测试流程 用于评估区块链项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Renfinance 成功完成此次审计体现了平台对安全性和透明度的承诺 随着Sojetic 审计的完成 Renfinance 表明其已准备好为其用户提供安全且值得信赖的平台 这一点 再加上该平台对AI技术的创新使用和不断增长的社区支持 使Renfinance 成为DeFi领域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在银行倒闭后 Renfinance已成为那些正在寻找提供一系列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去中心化平台的人的可行选择 开平台的多链方法和对跨链不操作性的支持 使其成为想要分散投资组合的投资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以太坊是市值第二大的加密货币 广泛用于开发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和智能合约 与比特币一样 它是一个分散的平台 允许用户在不需要中介的情况下进行交易 以太坊的去中心化性质使其成为那些正在寻找一种不依赖传统银行服务的方式来存储财富的人的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银行倒闭之后 以太坊已成为那些正在寻找支持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和智能合约开发的去中心化平台的人的可行替代方了 以太坊的智能合约功能使其成为寻求构建无需中介即可自主运行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的热门选择 在持续的全球银行业危机 美联储持续加息以及公众对金融体系摇摇欲坠的不安情绪 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比特币和更广泛的加密市场开始被视为风暴的Venus 个人理财畅销书《富爸爸穷爸爸》 The H.E.Tordia作者 罗伯特·琴奇·高普提尤萨基说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统治即将结束 原因是人们认为 在行使储备货币地位方面 美国一直是个恶霸 琴奇认为格雷辛定略及劣币驱逐良币现在正在发挥错误 并将美元比作厕制 而黄金和白银等良币将填补法币崩溃留下的空白 我们正在见证美帝的中间 有一部叫做格雷辛定律的法律 这是不良货币 它叫做美元 今天我管它叫厕制 这是很划算的钱 这是银 这是金 星期周二三月二十一日 在《富爸爸》电台节目中说 因此 格雷辛定律今天正在发挥错误 美国一直有点市场凌落 因为我们拥有世界的储备货币 他接着指出 金针四国普雷克成员国 包括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 约占全球人口的42.5%的经济增长表 世界已经厌倦了向美国提供食物商品 同时只接收美联储随意印制的美元作为回报 他说 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时 他们一直向美国运送卫生纸 他们还向我们运送小麦 粮油 食品 黄金 白银等商品作为制成品 所有人都向美国提供廉价或优质的商品来换取卫生纸 这种情况即将结束 除了黄金和白银 惊奇还成为了比特币的主要支持者 他将比特币称为人民的钱 他继续向那些希望在通胀环境 和蔓延的银行传染中保持购买力的人推荐这三种资产 彭博社高级宏观策略师麦克麦格隆 麦克 比特币的表现几乎超过黄金10倍 后者是在2023年至3月20日期间表现最好的老牌大增商品 这可能表明加密货币正在发生超级周期麦格隆周尔的推特上写到 在这条推文中 他写道 与大多数大宗商品相比 加密货币的一个好处是比特币处于较低和不断上升的惨用阶段 而供应则在减少 如果过去的趋势保持不变 当比特币走向新高时 加密货币的波动性更有可能恢复它普通数 银行业危机和部分准备金的问题 可能会让人们看到比特币和完全由美国国债支持的加密美元的手线 再领一条随容纸 这位彭博策略师诊重 比特币相对于大多数资产的相对优势 可能预示着比特币将转向全球数字抵押品 并有可能更像黄金和美国国债那样进行交易 尽管大宗商品暴跌 在央行仍在紧缩 银行业危机加剧了严重的经济 重启风险 麦格隆还表示 全球银行业灾难可能标志着比特币在金融危机后走向整数 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紧缩时期之一开始大约一年后 银行仍在遭受痛苦 这一事实可能表明 长期和可变滞后的规则即将到来 在此之前 麦格隆曾发表声明 强调黄金 债券和比特币的表现 以应对经济衰退 他说 在我看来 随着我们陷入衰退 这些将是人们希望在下跌时购买的一些东西 至于加密支持者认为比特币在2023年将走向哪里 几位著名的 影响力人士对比特币的价格进行了疯狂的估计 预计其将飙升至100万美元 但传奇投资者彼得·伯兰特皮特果然在推特上对100万美元的预测做出了更深重的评估 他在推特上写道 有些人太疯狂 所有的预测都只是猜测 我的猜测是 比特币离新历史新高还有12个月的时间推特用户西斯蒙对伯兰特的推文进行了跟进 他说 这将是比特币在形成同观底部后最快出现新的历史新高 你认为是什么支持这种情况 作为回忆 伯兰特贴出了下面的图表 并说 没有事实的观点是危险的去中心化资质组织造影运营的事 使社区能够通过共识进行自我管理和分析资源 迈克高和去中心化保险平台 XSUSAL等项目体现了以太坊促进创新 吸引开发人员和用户加入其不断发展的生态系统的潜力 NFT市场在2021年爆发式增长 颠覆了艺术 收藏品和数字内容行业 以太坊的区块链是这一现象的支柱 使艺术家和创作者能够铸造代表数字资产所有权的独特代币 这些代币在OpenSea和Rareable等平台上交易 使艺术和收藏品的获取变得私有化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创作者和收藏家联系系统 所有也基本可以称之为革命 著名的例子包括数字艺术家Beeple的Everyday The First 5000 Day 6900万美元的价格手术 以及Crypt Punk的迅速崛起 这是一个包含一万个独特像素艺术角色的集合 此外 NFD已成为数字内容创作者的必备工具 使他们能够通过板税和二次销售 将其作品货币化 以太坊在这个变革性市场中的作用 展示了其重塑行业和重新定义价值的潜力 区块链游戏是以太坊大方异彩的另一个前沿领域 开发人员利用其强大的功能来创造声明其境的体验 为玩家提供新的所有权和参与 这些游戏中的代币化资产受与玩家真正的受责物品所有权 这些物品可以在分散的市场上交易或出售 X-Infinity是一款流行的基于以太坊的游戏 允许玩家收集 繁殖和战斗名为X-Infinity数字生物 这些X-Infinity可以在分散的市场上进行交易 从而创造出繁荣的游戏内经济 此外 基于以太坊的游戏通常以去中心化经济为特色 赋予玩家影响和塑造游戏世界的能力 当玩家为他们的虚拟环境做出贡献 并为他们的努力赢得回报时 这项创新促进了深度参与 比特币作为最初的加密货币 自2009年问世以来一直是最有价值的数字资产 其保值能力为其赢得了数字黄金的美誉 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 有限的抗审查的货币 比特币的优势在于其简单性和安全性 比特币的主要用力之一是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 它的稀缺性 最大供应量为2100万元 确保它仍然是一种通货紧缩资产 使其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对冲通胀的工具 在经济不确定时期 许多投资者将比特币视为类似于黄金的比风稿 除了稀缺性之外 比特币强大的安全性和去中心化的特性 也造就了它经久不衰的吸引力 其工作量证明共识机是依赖于庞大的矿工网络 确保了网络的完整性和抵御攻击的弹性 此外 比特币的全球接受度和流动性 使其成为跨境交易的理想物件 与传统汇款服务相比 更低的费用和更快的交易时间 使比特币成为一种踏进转移价格的方式 比特币作为最有价值的加密货币的地位 证明了其作为数字黄金的独特品质 和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 这些属性与以太坊的多功能性相结 表明这两种加密货币 在不断发展的区块链生态系统中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以太坊继续被采用 人们开始质疑 它是否有可能取代比特币 成为领先的加密货币 以太坊的现实应用横跨多个行业 其日益普及也不容忽视 尽管如此 这两种加密货币有不同的用途 比特币的稀缺性和知名度 使其成为可靠的价值储存手段 而以太坊的多功能性 为其不断扩大的用力提供了动力 这不一定是零和游戏 因为两种加密货币可以共存 满足市场中的不同需求 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 是以太坊向以太坊2.0的过路 它旨在通过 从工作量证明到权益证明的转变 来提高其可扩展性 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这次升级和其他升级 可能会进一步恐怖以太坊 作为领先区块链平台的地位 最终 以太坊的成长和发展展示了其挑战现状 突破区块链技术边界 并确立其在加密世界中 强大力量地位的潜力 随着加密领域的发展 以太坊和比特币仍然处于最前沿 每一个都拥有忠实的推随者 以太坊的创新精神挑战比特币的主导地位 但这两种加密货币 都提供了经营不同受众的独特价值主张 全球支付巨头 比特已经开始利用以太坊的区块链 来结算稳定比特币与SEC中的交易 此举标志着主流金融越来越接受和采用以太坊技术 与此同时 像SEC这样的项目 旨在通过在其区块链之上 勾建智能合约和其他功能来增强比特币 SEC证明比特币的潜力超越了其作为数字黄金的地位 为原始加密货币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加密货币的未来可能取决于以太坊和比特币共存和互乏的能力 随着数字黄金和公用事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它们都可能在塑造明天的经济版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尽管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将美联储最新的政策声明解读为比预期更可派 从而导致美元和美国收益率下跌 但比特币市场出现了卖出事实的反应 BTC价格大幅回落并长期回落轻算激增 BTS最后一次一手是在27000美元左右 一度低至26600美元 根据Congeco的数据 过去24小时内下跌了约2.2% 美联储一如预期将其基准利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4.75%到5.0% 但在承认近期美国银行业问题增加了经济前景的下行风险后 软化了进一步加息前景的措施 它之前说持续增加将是合适的 现在说一些额外的政策紧缩可能是合适的 美联储维持其量化紧缩时间表不必 该时间表允许950亿美元的到期资产每月在期资产负债表上滚凑 同时指出通胀压力仍然很高 这是在近期上行通胀和就业数据意外之后的一个不足为奇的承认 最后 美联储新点阵图的预测中指显示 央行预计年底利率为5.1% 于12月点阵图持平 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4% 这一点 再加上美联储措辞的转变 似乎足以刺激货币和债券市场的多开反应 美元指数DXOE最后下跌约0.6% 接近102.50% 而美国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23个基点 回到4.0%以下 美国货币市场对美国利率今年可能走向的定价出现鸽派转变 根据CME的美联储观察工具 美联储在2023年底之前开始加息50到75个基点的可能性 现在定价为65%左右 而一天前为50%左右 在美联储会议之前 比特币价格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在会议早些时候 触及28900美元的9个月新高 随着美联储会议的结束 大量交易员似乎想要获利了结 导致一些人对鸽派会议做出了所谓的卖出事实反应 当然 周三美国股市的下跌 也可能对加密货币造成压力 尽管这两种资产类别之间的相关性 最近已大幅解读 在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平明说 政府不考虑将存款保险 从目前的美账户25万美元扩大到涵盖所有存款后 银行股下跌导致股市下跌 这一评论可能会引发一些银行客户的担忧 他们担心他们的存款超过25万美元不安全 从而增加了银行几堆的风险 这可以解释银行股的下跌 但周三对美国银行稳定的担忧再度抬头 可能会吸引比特币红低买下 事实上 自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三家银行搞币 比特币一直充当着 抵御传统金融领域不稳定的比方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是因为我们会令到我们不上伤